錄影開始,同學,這一課或小事中主要和你溫一溫這幾年的MC 17、16、15、23年 你會發現年份越前,題目越難 所以為什麼我不給18、19、甚至2000年的題目呢? 因為我想你開始習慣一些比較難的題目 而18、19、2000年這三年是近DSE的題目 我會留下最後一次做的 所以對於17年或以前的題目 我就會分題目和你做 18、19、2000年這三年 就回到學校教了書之後 就和你去做了 所以大家都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想我很快 對於一些簡單點的題目 我就快點說 如果你太快 你都折一折我 如果太快就折一折我 不要給他太快 有些事情你問就問一問 還有不要關咪,給我反應 上次我記得做過類似這條題目 第17年的第一條 你看看 現在你有兩個的給予用 教你看的是什麼呢 當給予這些資料 物理科裏面 就沒有一些題目給予無聊的資料 所以這兩個資料一定沒有用 甚至記得我上次畫個幅圖 溫度高 溫度低 最後去望一個位 現在30克 記住要轉KG 0.03KG OK 這塊東西10度C 行不行 這塊10度C 加去哪裡 這裏120克 即是0.12KG 對不對 接著這裏80度C 假設最後的溫度是T 還有沒有能量散失 他問你最後溫度是多少 這條題目 其實超過9 差不多八成幾九成的 這些題目是不可以錯的 這些題目是不可以錯的 這個會放能量 這個會拿能量 那你用mcdwt 那這裏 這個m就是0.12KG 這個C 留意了 應該是咖啡的C 因為熱一點 所以這個4200 delta T 80 減T 就應該會等於牛奶 拿能量 拿多少能量 就是0.03 乘回C 就應該是3800 再乘delta T T是大減小的 所以是T減10 兩個 只有一條未知數 你就可以做到 做到 第一條 行不行 難不難 應該不難 同不同意 Hello 喂 喂 OK 容易用 麻煩 好了 第二條 第二條都要繼續的 第二條都要繼續的 我們繼續吧 Rai剛剛衝突 不要理他了 這一條 你留意一下 他問你什麼 同樣質量 固體 一齊興趣 好了 如果同一質量 你看看什麼 相同質量 不是相同物質 現在問你 融點高一點 誰的融解點 融的點高一點 直接看得出 溫度高一點 融點高一點 所以 Q 就是第一個答案 如果你回答AB 太過分了 第二 比潛熱大 是怎麼看呢 越長時間 要看這段時間 要越長時間 去到變態的話 代表融解比潛熱 就大 所以如果看大小的話 P 是比Q的 所以這個就錯了 得運就C了 第二條 行不行 Hello 喂 你不理我 繼續第三條 第三條 你們找人說一下 第三條 二三你先 沒問題 OK 你做了是不是 我做了 我做了 我前了A 你前了A 好了 那為什麼C不硬 C不硬 因為我記得 在 反法的時候 是釋放的 是 然後呢 那時候 內容是減少 那時候 不是 或者是釋放後 不會關靜低的事 不關靜低的事 正確 釋放後不關靜低的事 是不是 你想一下 其實我們幻想 我們幻想一件事 蒸發和沸騰的分別是什麼 繼續加巴爾森 蒸發和沸騰最大的分別是 釋放後 不對 不對 這個答案不對 上個禮拜說的 沸騰是為什麼 沸騰的溫度是 如果用水的話 沸騰100度 蒸發 蒸發呢 關不關事才蒸發 第一個問題 放水會不會蒸發 不會 放水會不會沸騰 不會 放水在這裡 如果你不是煲它 它不會沸騰 但你反過來放水 它會慢慢蒸發 隨著失溫 對不對 對不對 如果你想想蒸發的時候 靜低液體內能會增加 它一是熱了 又是變態 所以 不可能發生 在第三句 所以 這條 ESC的題目 就出得差 一出得差的原因 當你判斷第三句是錯的時候 只得A 明白我的意思嗎 OK 家業都歡迎你 上個星期為什麼不出現 家業 OK 上個星期都溫了整個月 今天就是討論題目的 第四條 這個還未教你的 這個還未處理的 我回來再 再和你們講一講 這個部份 行不行 好了 我想我會做完所有MC 再和你做Long Crack 好嗎 做完MC 好了 接著你應該看到 就是16年的MC 有沒有看過16年的MC 你先看看 16年的MC 就有兩條 是關於熱的部份 OK 有兩條是關於熱的部份 我們可以看一看 你們做了沒有 知道做了 家業做了沒有 楊殷傑你做了沒有 李恆健也進來了 你個個Mail了麥克風 我對空氣說話 很不開心 看完沒有 應機 給我一些即時反應 已經看不到你們的樣子 都不給我一些即時反應 看完沒有 你知道我是不是在這裏 在這裏 為什麼你 好嗎 二三不要關掉麥克風 行不行 除非真的 環境吵到 吵到需要關掉麥克風 我先提醒大家 但是 你都給我一些反應 否則很悶 我這樣說話 知道嗎 可以嗎 陪一陪我 好了 我們來了 好嗎 好了 16年的MC 16年的MC 就是一條 就說了 一些冰冷的液體 在這裏 發生了什麼事呢 在真空瓶 他就問哪句 對 OK 好 啊 如果你看到這三句 你看到這三句 你告訴我 ABC三句 哪句正確 這就是考慮你有沒有溫習 C C C是正學 一不對 二三都對 是不是 一不對 二三都對 好了 我們看第一句 第一句 我們一起看一下 這個瓶 OK 減低了 環境 得到的熱 怎樣決定 對嗎 其實他要阻住 那些熱 進去 對嗎 他要阻住那些熱 因為這包東西是凍的 是不是 好了 塞住了 他跟外界的接觸 因為木塞 是個不良熱度體 所以第一句就正確 好了 第二句 第二句 玻璃的內面導銀 就是銀色 是可以 好的熊外反射 這是正確的 是吧 就算 多熱 多冷都好 都可以令到 那些洞沒有那麼熱 他傳的時候 就 為何要這麼說 外面的東西 不是 我應該這麼說 裏面的 所謂的熱 都看到紅外線之後 就是那個 玻璃面 就會反射 沒有那麼容易 可以彈出去 一二兩句都對 第三句 留意 保溫瓶 大部分都是 雙層 玻璃 OK 問題就在這裏 這個雙層玻璃 是不是減低輻射呢 這句就是重點 雙層玻璃 是減低傳道的 OK 空氣是個不良度體 它隔了層空氣在中間 所以令到傳道差了 所以其實如果你看 跟剛才那條一樣 3一定是錯的 所以 A是正確的 跟不跟得到 這個其實書呢 你就要溫回書 去看反射 那些東西 你就會知道 OK 好了 我們很快看看第2條 第2條說什麼呢 跟剛才一樣 這條 這條就是把那些 那些叫做什麼 潛熱 加進去 我剛才一開始 都這樣說 給予你 給予你潛熱 所以一定是 兩樣都要用的 好了 那現在做什麼呢 有一個0.3kg 50度 OK 那跟什麼呢 零度的冰 零度的冰 一起混合進去 冰是固體來的 即是一開始呢 有個 0.3kg 50度 C的東西 好了 混合下去 冰那裏 冰呢 是0度 C 對不對 好 記住你 先記住冰 我想問一混合下去的時候 有什麼事會發生 解決最後溫度是T 這個會放能量 是不是 這個會拿能量 但是這個拿能量方法 中間發生了什麼事 Hello 冰會首先怎麼處理 冰首先會變水 水呢 就再提升能量 T 所以呢 這裏放出的能量 我叫mcdelta t 0.3 C呢 水的比喻是4200 水的delta t 50 減T 好了 這兩個case 留意了 這裏 他拿的能量 就是ml 現在是0.2kg 0.2kg L就是 3.34 乘10的5次方 這個是E來的 因為E 等於ml OK 好了 這裏 再拿mcdelta t 就是0.2 因為大家都是水 所以C呢 就是4200 delta t 就是T 減0 將這兩個 加起來 就會等於這個 難不難計算 應該處理到的 Hello Girls 兩條 你看到現在講的慢 其實我真的很想你們去DSE 這兩條的葉 都做得到的 第三條 你看到大粒星 你還不怪你 但你看到兩年 和葉有關的題目 都是容易的 OK 好了 看看2015年 2015年 我最喜歡有圖 2015年的圖 你會看到18 1920 都會多圖 但是 去到2015年 我看第1條 第1條 常識題 ABCD 我給你回答 第1條 ABCD 八成半人 正確 嘩 對呀 C B 想清楚 想清楚 不用怕的 你想吧 好請說 ABC是B 一定不是A 因為那些玻璃 反射令到裡面的軟業 好厲害 外面關了引擎 兩個小時回到車 其實車的熱 車廂裡面的熱 主要就不關於引擎 所以A 不要管 除非 因為引擎和車廂都有一段距離 主要在車頭出去了 好了 留意 其實 車金屬部分 吸收紅外線 比其他周圍環境高 不對的 反射是多一點的 所以吸收紅外線 是少了 所以B都不對 其實小時候我們學 溫室效應 就是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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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這條就是 不用怕的 第二條就很值得去講一講 留意這條題目 兩個物體 相同物料造成 這次就說相同物料造成 同一個功率加熱 XY的兩隻東西 FETA 就是溫度隨 溫度隨時間的變化 題目也都告訴你 它的質量的比 是什麼呢 好了 大家都要一起加熱 是不是 大家都一起加熱 對於 對於X 對於X來講 就是 MC delta T 是不是 Mx Cx delta T x 好了 留意了 第二部 第二部 你看一下 對於Y來講 EY 就等於 MY CY Delta TY 是不是 看不看得到 看不看得到 小朋友 看不看得到 喂 Hello 看到了 他們不認識你 他們沒有禮貌 留意了 我想問一個問題 下一個問題就說 咦 雙同物料的話 我想問 如果是雙同物料 CX CY 是否一樣 雙同物料 是一樣的 好了 現在它一起加熱 就是說 如果我拿一個時間 我拿到這裏不行 因為你看不到 假設如果我拿這個時間 拿這個時間 去到這裏 大家一起加熱的時間 一樣 是不是 EX 都會等於EY 好了 當你知道 大家一起加熱的話 能量一樣 C一樣 簡單來說 你就會看到 MX Delta TX 就應該等於 MY Delta TY 看不看得到 OK 好了 留意了 現在問你 XY的質量沒有 就是想看 MX MY 會等於什麼 如果數學來看 就是Delta TX Delta TY 先猜拳 先測試一下 Delta TY 除 Delta TX 是不是 好了 難不難做呢 這條數 好留意了 Delta TY 就是60 減40 除 X的話 60 減20 OK 你又會看到 這裏就是 20 over 30 1 減2 3 通常有些圖的 都是這樣做的 我告訴你 這條題目 其實有七成八成人 大家都很熟悉這個想法 所以一定要 大家都合作 去做對這條 可以嗎 Hello 收到 好了 留意了 第四條 第3條 PQ 接觸的時候 熱由P流去Q P一定有較高的什麼呢 好 請答 Ray 進來 Ray 未進來 Ray 未進來 Ray 說5分鐘 速靈 速靈 那個是我來的 對不起 我看了老花了 你能見人說來不到 現在都來得多好 是不是在踩單車 是 是 很準 你 上個星期做單車 這個星期就踩單車 你根本純粹聽我在這裏發聲 你都沒有跟我溫過書 那你怎麼考試 我不知道欣賞你出席好 還是 都不知道說什麼好了 時間住不好 什麼 時間住得不好 所以不能夠再這樣 下次我踩你走 坦勝家業你在哪裡 楊永傑沒回答過 楊永傑 第3條怎麼做 楊永傑 睡著了 在 家裡有點吵 家裡有點吵 你怎麼回答我 第3條 A B C D 1 1是 A A嘛 是 肯定 肯定 為什麼2不是 因為要接觸 能量不是應該由 高到低嗎 那是否P一定有較高的內能 考一下你 我行不行 能量這些太過 虛無飄渺 你說啦 有人幫到我 我怎麼看呢 我想問一下 簡單來看看 關不關比爾融事 不關 不關事的 你怎麼溝通的東西 你拿熱可樂 溝通的 涼奶茶 你都不關 不關這些事 所以有得3 其實我們很快就知道 但是問題 很多同學 在那年 DSE 它有好多個 我們叫做一些 參考或者給我們溫書的方法 正確答案當然只有一個 但是 DSE 就會多給一個 一個 一個 最多人答錯的答案 大家一起錯 現在只剩下兩個答案 好了 我先討論內能 內能 代表有PE和KE OK PE就是反映了它的狀態 就是固態液態氣態 KE就是反映了 反映了 那個叫做什麼 叫做 叫做 叫做溫度 是不是 我拿一個很極端的例子 這裡有一杯熱水 非常熱的 好了 這裡有很大盒的涼水 當我這樣拍下去的時候 如果計算內能來說 這個可能整個冰山那麼大的 是不是 一定是怎樣都多過這杯水 但是熱 一定是這樣流走 是不是 就是說其實理論上 就應該不關內能事 只有A的答案正確 怕不怕到我這個想法 這個想法很重要的 幫到你做很多題目 想不想得明白 Hello 想得明白嗎 Yes Sir Thank you 你口應我而已 你心都不知道是不是在應 是 在這裡看著 麻煩 所以記住這件事 一定是從溫度高流到溫度低 其他什麼都不用管 簡單來說 可以嗎 OK 所以這三條就處理了 其實我們今天已經做了差不多 接近 九條十條的 MC 好了 我們 現在 看看 Long Quack 好 是不是現在 大家都看到有Long Quack的題目 17年以前的Long Quack 不要再說這一句 剛才我不是說 DSE會給兩個答案來的 正確答案是A OK 留意了 當年最多人錯的 其實就是 我當有八成人 答了A 80%人答了A 可能有15%人 答了C 這個就叫做最多人答錯的答案 就是最fake的答案 會給你 遲些我這個數據也會給你 等你們溫習 看看是不是 接近一些 正常的想法 即是答C 都不能怪他 但答A固然好 但如果你答了B 答了D 這些就不能原諒 OK 我們看看17年的Long Quack 大家是不是都看到17年Long Quack 的版面 Hello 喂 現在是分數 我問過一些 17年的第一條 你會看到是這樣的 DSE 很常見 會給你一些情境 一些情境的題目 令到你 很煩 尤其是這一條 當年是答得很差的 當年是答得很差的 看看 究竟差得如何 我回到學校 再和你可以討論一下 但我們現在看看題目 好了 還要讀這段文章 才可以 答到題目 OK 我們看看發生什麼事 泥土的溫度 隨心度變化 大家都知道 大概要告訴你 越深 理論上就越熱越冷 泥土越深越熱還是越冷 熱 熱 那麼清楚 為甚麼不是越熱 為甚麼 因為它近的 黑深嗎 近地黑 我想問一下 水 你越深水越熱還是越冷 不知道 假如你游水跳下去 深水應該涼一點 是嗎 不是嗎 第一 你這個想法 我不會說你錯了 但是 我們是這一層 只要游泳 月深 還有種東西 要多深 但是地殼在這裡 地深在這裡 這些熱 不太能傳到上來 理論上越低下去 就應該越涼 OK 行不行 收到 接著是第二件事 接著是怎樣讀呢 他說要涼度 接近地面 泥土溫度 羅章呢 按溫泡 即是這個按溫泡 按下去 然後屈曲90度 方便讀取讀數 就這樣讀 他說如果 深度超過30米 會怎樣 將一支 鋼管先插進去 就像個個案 插了鋼管 接著 就將一支 帶有保護性外殼的 溫度計 這個就放進去 OK 接著呢 溫度計的按溫 陷入石垃裏面 這塊東西 應該是石垃裏 以讀取溫度 因為放得深 整支 再抽出來 就讀溫度 這些呢 其實全部都是背景資料 和數有什麼關係呢 我們看看 好 他說 泥土溫度計的按溫泡 即下面的波波 會大於普通的溫度計 解釋 一分 怎麼拿 看不到左邊 看不到左邊 現在是 中間的位置 是嗎 如果這樣呢 看不清楚 看不清楚 A part 都是看不清楚 都是看不清楚 好怪 我放大了 我自己放大了 一分 波波大了有什麼好處 那 溫度 廣泛一點 覺得 那個位 不是這樣回答 能測量的 範圍交代 拜拜 我用範圍這樣回答了什麼 我用範圍的 除了 阿鄭俊之外 其他同學 不能出聲 是否更加準確 溫度 為何會更加準確 這個答案 有人寫 但這個答案 不給分 這個答案不給分 是嗎 謝謝 因為 因為 因為不懂得回答 幾個字,1分 波波大一點 靈敏度 這樣就1分 這樣就1分 對 這樣就1分 因為大一點 其實它可以 如果你說大一點面積 其實不可以 為什麼不可以 它已經告訴你 波波大了 阿水也知道面積大一點 大一點之後怎樣 這個問題 明白嗎 所以你說增加了接觸面 也不行 所以靈敏度就會增加 如果剛才有計算我聽 我們看看B法路 空氣15度 溫度計20度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它插進泥土 為什麼泥土會熱一點 為什麼我剛才說冷一點 現在說熱一點 因為它們 它密度高不會流失熱 差一點 簡單來說地下 地下儲了熱 簡單來說地下儲了熱 反過來 你摸一下家裡的牆 現在天氣 天氣了 外面開始涼了 但你覺得牆 更熱一點 這個就儲了能量 在裡面 如果在波山裡 下午都會兜頭 那面是最熱的 越低越冷 但是一直保持著 儲能量 到夜晚會放出來 這個就是這個情況 好 它現在估計 想一下散失了多少能量 好 如果問你 可以給你 給容 其實都是用一條公式 簡單來說 這就是mc 都不用 怎麼想都可以寫到這句 好 質量 它只有一塊東西 有質量 0.015 它的比容 是這麼多 2.9 乘10 3次方 溫度相差 大減小 20 減10秒 是不是做到了 已經 難不難做 難不難做 不難做 不難做 好了 我希望你做到 到時候 你不要ABS 好 接著 看看 石立 這個時間散熱 它問你 現在拔出來的時候 什麼時候才會到空氣的溫度 好 這題目 2分 3分 4分 上面的答案先給你 217.5兆 今天是0.5兆 怎樣計算 怎樣知道多久才可以回到溫度 回到20度 這兩分是眨眼就做到 217.5兆 減0.5兆 其實P對E除T 現在要找時間 這個單位已經告訴你 一秒鐘要 一秒鐘要散回 每秒鐘散回0.5兆 所以想217.5兆 除回 這個就是做法 除回時間 除回 Js-1 這個是J 約了J S-1 搬上去 這個很容易做 所以這兩分 同學很多時候拿不到 因為DSE很少這樣問 OK 看下一條 如果沒有石立 他問你讀數有什麼影響 請問 請問 兩分 這兩句就兩分 因為會減少靈敏度 那又不對 不關靈敏度 石立有什麼用 是否拿來看多少度 不是 溫度計拿來看多少度 關靈敏度有什麼事 我上來的人散熱慢一點 口氣散熱慢一點 正確 但如果你回答散熱慢一點 你猜你有多少分 一分 沒有分 第一分 第一分 如果沒有石立 溫度計 會直接 跟空氣接觸 跟空氣接觸 令到 下降更快 令到 溫度 下降得更快 更快 更快 下降不夠 下降更快 一分 第二分 下降更快會怎樣 看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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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楚些 就是 他拿出來的時候 很快會變回 空氣溫度 但不是我想要的答案 不是考評局要的答案 我想問 讀到的毒素 和泥土的毒素 關係是怎樣 准不准 不准 准的 比泥土的毒素高還是低 如果沒有石立的話 低 低 第二點 所以 所以 毒素 會被 會被 在泥土裡為低 明白嗎 會被 泥土的 實際 溫度 低 可以嗎 這兩分就難我 這兩分是很難我 因為DSE 寫文字的題目 其實是要注意多些 可以嗎 可以嗎 一條而已 在DSE 我們17年初兩年 看看16年的題目 小朋友 你們先看看 六分 寫實現 要你做什麼呢 要你 他問幾樣東西的 他叫你實驗 古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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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銅的比容CB 給你一堆 A part 描述實驗步驟 跟著 指出兩個 預防措施 簡單來想 這個就是4分 這個就是2分 看得明白嗎 看得明白嗎 看得明白 好 看得明白之後呢 當然要問你 好 你會怎樣寫 我補充多一句 4分2分 這4分 包含什麼 怎樣計算 怎樣猜 4分怎樣落 剛才是 是 好 準備好 又用過的野心 關於我 跟著呢 跟著 其他小朋友怎樣 不要只有 Siris 這裡不止 Siris 還有很多人 你們去哪 家業 你會怎樣回答 你會怎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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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論上 你要用完所有東西 理論上 你會用完所有東西 你會用完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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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這樣的 我會告訴你 怎樣做 當然 你這些 很少去寫 第一步 OK 你要找它的 比喻用 這題目 就是在看 你溫書的時候 細不細心 我們要量一些固體的比喻 其實第一步就是把0.8kg 為什麼有兩瓶水?一瓶是這個 我們要把這個放在80度C的水槽幾分鐘 或者是一段時間 為什麼? 為什麼? 將它變成80度 沒錯 將它變成80度C 簡單地說 這個波波放在80度C的水槽 重要的Keyword是一段時間 一段時間 因為太短時間就會變成80度 明白嗎? 接著一段時間之後 它現在還給你一個提供的 有一個聚本月氣杯 在室溫 T0的水 對嗎? 因為它說是T0的水 第二步會怎樣? 你這樣計算 將波波放進深溫的水 OK 將整個波放進去聚本月氣杯 聚本月氣就是法寶膠杯 明白嗎? 好了 放進去 接著呢? 接著放溫度計 過一段時間之後 過一段時間之後 碳有多少度? 不對 不是放一段時間 其實一直 因為那支溫度計 理論上要放在櫃裡面 OK 應該要這樣 第二 將它放進去T0 第三步 就是讀溫度 如果你怕寫多了 其實很難 例如說 透過溫度計 涼溫 聚本月氣杯裡的水 升到最高的溫度 明白嗎? 溫度上升了多少 或者涼溫上升了的溫度 可以嗎? 明白我的意思嗎? 寫了這三點之後 其實重點就是跟著 涼溫度 量度最後會溫度 OK 那個要記錄為 TF 其實是給T4 給了T0 T0 TF就是T0 這三點 加起來有三分 這三點 加起來有三分 這三點 加起來有三分 第四點 第四點 怎樣去找CB出來呢? 其實 現在是波波量量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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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同質量 0.0 0.8KG 填寬 D T OK Delta T 應該是 Tf 80度-Tf 這個是它放出來的溫度 好了 即是說 聚本月季那裡 拿多少溫度 0.5KG 接著 4200 是不是 它給了你 你不會不用 4200 接著就是 Tf 減 室溫度 25度 OK 這條數呢 其實就是這樣做 行不行 不是 先 T0 Sorry 如果它給T0 這裡叫T0 是不是 整條題目 Tf 你讀到 那你就會求到 Cb 第四分 就是 Cb 可以透過 這條公式 計算出來 Cb 當然有些東西 你搬去 最後Cb 等於一塊 也可以 亦都容許 Tf T0 所以 你就算到Cb 所以 如果你看回 我給你的marking scheme 其實就有這塊東西 而Cb 最後等於 過抽數 在實驗裡面 其實很嚴謹 你需要寫 這個Cb 的單位 這裡就拿了4分 這4分 有多少人拿得到 你拿到3分 就算很厲害 但你說 是不是4分 都很難拿 不是的 接著的問題就是 剩下2分 有什麼預防措施 這2分 就很容易拿了 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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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2分 有什麼方法拿到 大護目鏡 錯 亂來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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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說話 對 我對空 我來了 哎 搞得我都很悶 好 第一件事 波 你需要浸 去80度裡面 確保兩棟東西 都浸滿波的 行不行 這個重要的 確保兩棟東西 都浸滿波的 明白我的意思嗎 如果不是會怎樣 有些部分的波 在空氣裡面 不是在升高水溫 對 結果 能量就流失到空氣 CB 就不准了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 浸到水的時候 浸到T0的水的時候 要輕輕繼續攪拌 令到溫度平均 一些 行不行 第三件事 都可以說一說 第三件事 可以怎樣說 就是 由個清銅 就是由80度抽出來的時候 麻煩都盡快 立即買一買 因為我不想有 水 黏在波裡 有些80度的水 黏在波裡 令到80度的水 撈到T0的水那裡 令到這個0.5kg不准 亦都不可以 明白我的意思 三個點 隨便答兩個 就得到2分 頭兩個容易答的 第三個難答的 即不醒目的答不到 但起碼要答到1分 就是 把波浸滿 給水浸滿 行不行 好嗎 好嗎 沒問題 好了 15年要不要再說給你 好嗎 有人聽 是咯 你不認我 我就不說15了 那我就留下個星期 和你溫力的部分 怎樣 大家 做了A部分 上次我記得我教過你這條公式 下面那3分其實很難我 在這條裡面我記得我當年改 當年改捐的時候 頭兩分大部分同學都拿到 後面那3分大部分人都拿不到 那我先做了A部分 好嗎 其實這條題目呢 就是說一條金屬電阻 是這樣的 隨著溫度和電阻的關係 教準線呢 就是他拿來做 就是教準了之後 因為他要當直線這樣做 所以要強行拉直線出來 好了 他現在就說 標準大壓強 看一下 拿教準 0度 就對應這個電阻 100度就對應這個電阻 他就問了 60度的時候 電阻應該是多少呢 如果你記得我上次那條公式 應該一邊就是T 不是 Max Max 1 2 5 2 3 3 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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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5 6 8 应该要等于x-xminimum 代数就不难了 现在这个x的值是电了 所以应该是 就是10.51-10.50-100-100-100 现在对应的第二面 我尚知道的 这下温度是60度 x的电阻值 这个就是 那你就找到对应电阻值 接着B part B part 他就说如果实际 量到那个电阻值 量到那个电阻值 究竟那个电阻值 是 应该这么说 他说如果电脑温度计 电脑是A part计算到的值 A part计算到的数 他问这个数是大过小过 还是等于60度呢 你看看 我们打一次60度 如果最靓来说 60度 就是对应这个电阻值的 对不对 但实际这个电阻值 这个60度 是在看 因为它升得高了 那个电阻值 应该是这么多的 所以呢 例如A part 和B part 你都要试试看一看 这两个是值得看的题目 但是在这条里面 这两份 一定要拿到 也都如我之前一直说 当大部分人拿到分数的位置 我们就不要拿不到了 行不行 可不可以 喂 先打开咪 让我看看你们的样子 先看你们的样子 在哪里 你跟朋友 好样子 喂